要再跟各位說明一下安培劑的使用 有些安培劑的指針的零是在中間 這樣子的話你接錯了 它就是左右擺 然後呢就不會壞掉 但是呢你還是應該要接得很正確 該正接正負接負就正接正負接負 不要亂接 不然東西容易損壞 我們未來要教的東西叫減流劑 減流劑是要檢驗有沒有電流的 所以它基本上沒有正負的差別 那你就看它指針的偏轉 就知道電流怎麼流 這是下學期會出現的事情 減流劑看指針偏轉 你就知道電流怎麼流 前面有跟你講話有不同檔位 要從最大檔位做起 免得你會超過 你超過跟所謂的裝板 你超過跟所謂的裝板 你都倒打 超就是正打 可是打超過 那個指針都會歪掉都會壞掉 那個安培劑就掛了 安培劑就壞掉了 所以你要取一個適當的檔位去做 我們就來看一個日本的電流劑使用的影片 準備一個電流劑我們是磁流電 電池 電池 電池盒 燈泡 還有所謂鱷魚甲導線 了解 它這裡放的是一紅三黑 我也可以看到圖片是一黑三紅 紅色是正 黑色是負 然後三個就是有三個不同的檔位 這裡是五安培 五百毫安跟五十毫安 三個不同的檔位 這個是課本有交代你的事情 不可以直接把安培劑連到你的電池上 電源上 這樣會有太大的電流 它就壞掉了 所以它接過來那個正向接放上去 可是不沒有接 不讓它形成通路 它就不會有太大的電流 這課本上有交代的 不可以直接把安培劑接到電源上 中間沒有任何的燈泡電阻之類的東西 然後由最大檔位做起 這裡五安培最大 所以先放到五安培 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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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個檔位 我現在看五百毫安的位置 已經有兩百多了 已經有兩百多了 所以超過五十毫安 不可以再往下降 就在這裡 叫做偏轉最大又不超過 又超過五百毫安的位置 超過六百毫安的位置 有幾百毫安的位置 從我身上去 不可以直接接到電源上 然后他要串联从最大开始量起 然后降到偏转最大又不超过为止 然后独树 这就是告诉你如何使用我们的安培剂 OK